如果1480万人在阿拉利亚有起码一个,你很有可能也有一个,这是什么呢?这就是养老寄金户口。 很多人一听到养老金、睡这些词,都想睡觉了,但是这对于你的未来很重要。 你们应该听说过养老金,或者它英文名字称为Superannuation,可能在电视上看过这些广告。 但它到底是什么呢? 如果你在一个月以内睡前收入超于450澳元以上,你另外赢得你工资的9.5%存进你的养老金户口里。 这些钱是给你退休时用的,政府有很严格的法律,不允许你提前在户口里取钱出来。 现在的法律表明,除了满有些保险以外,你的养老金不可以在你60岁以前储出来,否则你储出来的钱要付高的税率。 那你的钱在养老基金里在干嘛呢? 它在慢慢增长。 简单来说,养老基金把你的钱投资在内地和国际市场里,用各种投资方式,例如股票、债券和房地产。 不同的组合和选择会令到你的投资有不同的回报。 养老基金都有不同的投资组合选择,但澳大利亚有500多家养老基金,那你怎么知道选择哪一个组合呢? 一般你开始在一份新的工作时,你的雇主会有一个立牌养老基金,他们已经选择了。 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这个基金,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专门养老基金,例如营销行业有REST。 最大的问题关于养老基金就是丢失的养老基金。 很多人转工作时,就开一个新的养老基金户口,忽略集合他们的权利在一个户口,也就是说他们要交双倍的管理费。 回报也低,最终如果他们不继续存钱在户口里,户口就慢慢扣到零。 直到2016年6月30日,43%养老基金户口的人有超过一个户口,也就是说他们的养老基金不是在积蓄最高的回报。 又是养老基金有570多万的户口,存积超过140亿澳元。 虽然这只占养老基金的0.7%,但这还是一个超大的数量。 如果我们把这140多亿给养老基金的户口人,就等于每人有1000多澳元。 如果我们都抽出一点时间来整理一下我们的养老基金,也做一点研究,我们退休时有更多的退休金也可以过得更好。 可能在这140多亿的丢失养老基金里,有你的辛辛苦苦的钱在等着你去。